那么另外我们这是实际上看到了联合各位解决这个问题 开这么多次的会议也不能解决 战争不能解决 会议也不能解决 可是这个问题非常迫及 必须要解决 那用什么方法呢 所以我们就想到了70年代 英国的历史哲学家唐恩比所说的 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 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臣佛法 他这个提示是有远见 真正有学问 给我们这个提示 那么中国传统的教学 儒家继承了 所以我们说儒家呢 也可以说他代表了中国 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代表 我们冷静点去思维 今天讲到儒家 大家一定会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 行吗 能解决问题吗 那么说到大臣佛法 一定就想到很多高深的经典 所以我才提出 四书五经十三经 是儒家的枝叶花果 非常好看 大臣这些金楞的 也是佛法里面的枝叶花果 你把它采下来 插在花瓶里面供养 是很好看 没有根 他们的话没说错 我们如果要真正解决问题 需要找儒的根在哪里 佛的根在哪里 找这个东西 根不好看 也许没人重视 但是它是活的 它会生长 它会茁壮开花结果 那是活东西 所以于是我们就想到 中国从前的教育 我们找出中国教育的特色 实在讲 没想到的是 欧洲人的时候也发现了 这些东西 我才能够在这儿